好,《人民力量》又跟大家见面,刚刚选举结完,当然要讲选举的东西 那你真是今天没有人,找我来叮咚,原本是有点恩生讲的 我们一个星期两已经叮咚了一次节目,不对的,我觉得这个 我们经常在《毓民》踩场那麽多,今天《人民力量》没有人来找你 我们要检讨一点,因为你的节目比较评论性多一点 今天是想技术性讲多一点问题,从选举的实际情况 以及一些具体的选举工程,给多些朋友知道 你是专家,所以大家一起谈,你是选举总统筹 其实选举一般来说,有几样东西,一个就是文宣,一个就是组织 跟着就是动员,讲了实际情况先,因为一般说 这次选举,人民力量有百分之十,跟我们当初的预期差不多 如果你仔细看那个投票,其实你要将那个具体候选人的实际对类分类 其实分类应该分开几种的,一种就是人民力量 是追击这个毅民派现任议员,那些一类,因为你现任议员 当然有特别的优势,那些一类,第二类就是人民力量 跟那些毅民派的非现任议员对类,第三个种类呢 就是人民力量跟这个没有民主派的代表的选举结果 你平均是大约10,近11%,但你一仔细看回,差别很大 我们跟这个的毅民派,即是跟民主党,这个民协,有现任议员那些 那个百分比是去到六个百分比,平均来说六个百分比 如果跟这个的有毅民派的非现任议员对类,就去到七个百分比 即是高一点,但当没有这个的毅民主派纯粹和这个保皇党对类 去到二十三四个百分比已经,即是你想想六和二十三个百分比 是相差很远的,平均计结果是十,平均计十,所以你用平均计 就对那个选举那个的理解是不全面的,但你一仔细看回 现在人民理论当时有这个毅民派出现的时候 我们那个选举的结果,大约平均是七个百分比 这个七个百分比其实只是我们的基本盘,就不是过去说百分之十一 这个是我们值得再想,当然仔细看回,我们所拿这七个百分比 可以说百分之百绝对是我们的票,实际上估计是多过这七个百分比 因为有几个的情况出现,整个选举呢,当然我们的主题 就是票债票上,但整个人民力量的选举的主题呢 是被这个主流传媒抹黑打压下呢,是全部盖了的 就是最后那个大部分选民的感觉就是我们搞事 大部分的选民的感觉就是我们揽炒 大部分选民的感觉就是我们是这个男仔啊,我们是订招啊 就是我们没有贡献的,下来的区是搞事的 这个可以说是绝大部分选民,就是最后投票前,那一刹那的感觉 那如果你仔细分析呢,在主流传媒和这个 就是魏民主派包括文协和民主党在地区上散播 很多对我们负面的言论,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仍然有七个百分比的话呢,其实这个是很难得的 在这么短时间里面,在全港这么大的选区,是吧 可以有这七个百分比仍然保留到呢,这个我自己觉得 如果站在选举工程来说呢,都不是一个灾难性的失败 当然我们不成功,但是不是一个灾难性的失败 那么另外你要看回呢,这次选举呢 最后因为有一个退保效应,有个气保效应 有个气保效应,很多的选民来跟我说都是 大队这场我投不了你,不投你了 因为投你会令到建制派赢的,那就没有投我们票 另外有一些很特别的就是,他走去投了这个对方 投了这个沈錦天,没有投我,他就说不想何俊仁赢 因为传媒和他自己的分析,我赢不了,如果投我的话 会令到何俊仁赢呢,他就不信了,就投了这个沈錦天 所以有两类的人,有两类的人投了不同阵营的人 他们都是支持我们的,所以我们实际的票 其实是多过这百分之七这个百分比 你这个分析我基本上都同意的,因为如果我们就这样 把62个区的得票加上地区的总投票 就得出这个10.077,即是差不多11个percent 如果当这个是基本盘,就有少少不太确切 但是样本其实它都是不够全面的,因为你只有22个区 现在讲全港四百多个区,是不是? 那样本都不够全面的,譬如有些只有20几个参选那些 它拿20几个percent给社民联,但社民联的情况就不同 因为它是没有民主派的人和它竞争,没有人和它分票 大部分分票 它是拿回泛民的基本盘的,正路应该是 所以你看回社民联的得票呢 跟我们那一堆没有这个的偉文派对合的 差不多的 差不多的 我就看到这个就是因为你基本上就是 它又拿回所谓的基本盘,但那个基本盘呢 其实就是因为你没有偉文派的参与 它那20几个percent都不能拿作进的 但如果你看回公民党和民主党 没有跟我们对抗那些区的百分比,是普遍那四十的 所以这个比例其实都是ok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 我觉得就算这样看,我们基本盘是那七个percent 都是不够确切的,正如你刚才说的其中两个原因 还有当时的选民的投票行为 他投票的时候那个心态,当然那个投票的心态 它可能会影响到下一次投票都未顶 但是下一次的选举是立法会的选举 可能就是说原本都会投给我们那些人的想法 可能是不一样的了 所以那个投票行为呢,其实可以研究一下 投票行为,为什么我们说我们这个票仓叫常运动 将政治议题带到地区,选举是失败的 道理就是这个意思 其实我们一早都知道是不会成功的 不会成功 不会成功的,不过就是,不是说今时今日在这里 事后很明,因为当初我们都讲的 如果你的议席一定没有 我们当初预议全部全军进盟 对啊,严成那些都很难 但是,为什么我们说失败是两个基础 一个失败就是我们希望可以多拔三几个 我是这样看的,得票还可以多一点 就是这个意思 那个席位或者结果是我们预期的 基本上是,当然我们搞一个运动 我们不会计较那个得票和议席 但是因为牵涉到整个将来的 就是人民力量的发展呢 那你又反过来 没办法不在那个选举结果里面做分析 这个一定的,是不是 所以我觉得比较合理一点的 那个分析和评估呢 就是将这个所谓的7% 就定了它做一个铁票了 铁票基础本 然后就努力一点 去拿多几个百分析 是吧 这个几个百分析 就未必一定要开拓新票员的 就是将原本 会投给我们那些人 就是在下一次选举拔回来 那你就要在这几个月 就想办法做这件事 所以其实讲回刚才的选举工程 整个选举 基本上就是一个意识形态的选举 所以选举工程呢 除了有些区 因为我们又有些地区工作的话 那你还可以 其他那些很难做 就是因为组织的问题 和时间的问题 你没可能不只是单一做 这个意识形态的选举 没得搞的 我们四月才成立 到差不多九八九月左右 才开始筹备那个选举 个别人士有些可以早点下区 譬如阿水那些 一年前已经下区 所以根据这个实际客观条件的限制 你是必然做一个纯意识形态 还有一件事 这些人未必看得到的 就是我们这个选举的结果 有些区譬如马玉生 或者我们那些 跟保皇党、赤秋那些地区 那个选举是受到这个议题的影响 负面影响 譬如马玉生可能多5% 甚至可能有机会赢到 那个位置都未定 其他那些都是 包括我的职员 是跟建制派对抽的 它真的可能会不见了几百票 这个也是因为这个选举 令到这些它不是负责执行票 债票上任务 但它在地区做了很久的那些人 那些选情是受到拖累的 这个肯定的 任何的单议席单票的选举都是 即是较为你左右也好 政治的取态是左一点、右一点也好 一般来说 拿不到大部分选民的支持 譬如你加拿大这个新民主党 都是属于一个左翼组织 全国的选举多年来 都是保持十几到二十几个百分比 就算你其他欧洲 一些左翼或者右翼的政党 都是差不多 都是十几个百分比 更何况他们那些是完全开放的选举 而我们香港就不是一个完全开放的选举 加上整个香港社会的氛围 是相对比较保守一点的政治氛围 你现在连民主派 都说要跟我们这些政党或政界线 在一个这样的政治氛围下 你如果有受过八个百分比 我觉得基本上很厉害 那不是自我安慰 你想想 你刚才说的那些政治光谱 比较左一点的 是吧 他在这些民主国家 就是开放的选举里面 他顶多都是拿十几个百分比 选举到尽的理计 一般来说七百个百分比 但我们香港基本上 一个不是完全民主的选举 是吧 再加上这些单议席单票制 就是这个小选区 是吧 就是一千几百票就当选 那些根本就可以操纵到票员 这样的选举下 又容易识形态 就是你有时 就是我们做一些 比较深入的检讨的时候 你就发觉问题 其实对我们不太大 我自己去看 但是因为传媒 和公众的观感 这个可能会对我们有个拖累 你明白吗 因为有个套版反应 那你不行 那我到时不投给我们 所以现在已经有人 遇过我和你们两个 在立法会选举会输了 那不敢的 但是你想清楚 如果你这样的观察 很多时候就会出现 一个非常大的落差 第一就是 刚才说的传媒 铺天盖地抹黑打压 你这个议题 就是那个诉求出不出去 第二就是因为 是一个地区选举 单议席单票制 票员容易操纵 那你更加不用搞 第三就是民主派的弃补效应 第四还有一点很重要的 就是大部分新人 是吧 你在地区里面 也没有人认识 是吧 你看我们那些 旧的那些就多票了 是吧 没有信心 所以这几种因素加起来 那个结果就是 当然 用公众的观感 或者在传媒的解读下 就是非常差 派62个人 只有一个赢 对社民连来说 只不过是九十步少一百步而已 连成名教授都是这么低 所以就是说 你连这些政治学者 他都会受了这些传媒 主流传媒的影响 而在我判断上面 出现一个这么大的落差 是吧 但是对我们来说 我们在运动来说 当然是失败的 刚才就是大概说 要说整个选举工程 在技术操作上 其实我们有很多地方 可以改善的 是吧 这些改善就是 利用未来那几年的地区 就是说做多些东西 或者做有效的东西 我那天跟职员开会 我就说我们以后 不会搞蛇齿 饼肿米 其实是整天说 人家蛇齿做 饼肿米 饼肿米 就是我们做的那种心态 就是希望老人家 开心下 开心下 这意思就不是要他的票 是吧 你请他吃几次饭 派狗 几次饭都没有用 你不会派得多个人的 是吧 他不因为你派东西给他 他就投票给你的 他个个都去 你搞去又去 民建民搞去 个个都去的 是吧 我都说了 有时候一个中秋节 他去四档的 是啊 他去四档排队的 都是那班人 是吧 他在一个区里面 就是每处拿两个月饼 加上十个八个月饼 就是够吃的了 就是一家大小已经 我们很清楚 其实也都反映到 那些人口老法老年贫穷 这种悲哀 正正就是 所以我们其实 就要另逼契径 在一个地区工作 我刚才就和他们提到 就是那个人民规划 还有一个人民 humanity 文章 好回那个选举工程 那个 我这次感受很深的 不管我们 那些单张怎么派 那些书仔怎么发放 那本书仔其实很全面 但是其实 你那个实际文宣呢 落到地区给一些选民呢 那个影响 都不知道 应不影响到 一百个选民的 那个取向 是吧 那似乎那个 咦真是这个 人民力量的支持者 或者是人网的听众呢 基本上已经支持的了 你浪费了数以十万 很多的文宣呢 落到地区 那个影响是很轻微的 所以那个 在那个选举工程 那个设计方面呢 和那个讯息传递方面呢 这个是值得检讨的 因为从未试过一个政治团体 在一个地区选举 用一个意识形态 用一个政治诉求呢 是用来说服这个市民的投票意欲 从未试过的 那究竟第一 从这个检讨里面来说 就是究竟以政治诉求 这个作为出发点 去设计的一个选举工程 是行不行 OK 如果这个认为不行的 那这个是一个结果 如果是行的 究竟有没有其他的 辅助的选举工程 可以令到这个 以政治诉求为主的 就是所谓我们的新民主运动 是可以继续下去的 那这个其实是整个检讨的 其中很重要的 这个就出现了一个矛盾 和一个所谓的两难的问题 那你基本上 票责票偿运动 就是一个政治诉求 那你的文宣 就一定集中在这里 然后再设计地区 其他议题 那于是你便会出现 一个鸡与鸡蛋的问题 也会出现一个两难的问题 那两难的问题就是 我又要多拿一些票 在地区里面 但这些票其实是支持 票责票偿的 但不是的 这些票又可能是支持你做地区工作 希望你做区议员 那这个中间就出现了一个矛盾 和两难 所以其实现在 为什么我们说失败呢 就是我们以后 在这个地区选举 就不可以用政治议题 来摆取地区选举 选民投票 你要拿这个156票 或者1700票 那你要设计一个选举工程 我这里300票 那里200票 那里500票 就是你要设计的选举工程 是一个个组合 就是用来吃票 比如老人家那里 咦我可能有300票 负量有多少票 年轻有多少票 这个法团这个区 我有多少票 你是要有一个设计 其实共产党全部是这样做的 是吧 你有一个地区 有两个老人员 他已经拿了你二三百票 是吧 跟着有些妇女团体 他又拿了你一票 他自己有了工会会员的资料 在工会会员那里 已经有了三百票 那青年那些是较弱些 青年是较弱些 其他很多的活动 或者工联会那些班 那又去估票 所以他很多时候 是介意到这个区 他可以拿多少票 拿多少票就会赢 这个当然可以用来参考 就正如你说的那句 就是晨祖都要投降 是吧 即是地区选举 基本上你没得和他选 是吧 即是你现在看到 07年表演了一次给你看 今次2011 又再表演一次给你看 越来越厉害 根本是没得交 我可以这样说 你已经一早知道先国 要投降 哪有得选 就是没得选 你现在泛民就是靠基本盘 因为小选区 那有些区 你可以立到的席位 喂 大哥 只有四十多席 你看到他就算是民主党 公民党 公民党很多都赢的 主要都赢的是中产区 公屋区呢 基本上是逐渐一面左右 是沦陷的 因为公屋区呢 这个共产党 可以做的选举工程是多的 是吧 他可以直接上去公屋 探老人家 帮他做生日 他要米 可以送米上去 你私人楼很多不行的 私人楼你见到 现在这个保皇党阵营 就逐步将法团 逐步归纳自己 是吧 有少少空间的 就找人进去法团 跟着就逐步将法团操控 就是他那个地区 网络的建立 是越来越全面和深化的 还有你过去的什么六四黄金比例 没有了 已经没有了 没有了 其实已经逐步没有了 甚至不止五 你看民建联拿136席 拿几十万票 是不是 这几十万票 到时他去选立法会的时候 那个比例代表制 他又是拿回那些席位 甚至他去追究 他去到立法会 选举和区联会有点不同 民建联那个候选人 对那个选民的认知 和认同的程度 和民主派仍然有少少差距 就是靠这个 就是说你那些候选人的可选性 就是民主派高过这个民建联 因为他找不到 但是逐步拉近的 譬如 当年你用谭耀宗 港岛的年代 你用蔡素玉和李柱铭 当然相差很远 但是 你现在慢慢 譬如你去到这个 港岛是 曾玉成 譬如你用曾玉成 和这个金乃威 可能距离就拉近了 你用港岛 你用这个叶柳 和金乃威来比 到时叶柳高过你金乃威了 那六四黄金比例 就会随着 他的选举机器赢你之外 那个候选人 那个认知和认可 我接受的程度 再高一点的时候 那六四黄金比率 会倒转头 逐步会是这样的 逐步会是这样的 所以 其实泛民未来 都不是可以乐观的 尤其是这个所谓泛民 已经没有了我们 但是那个问题 我们那时就说 透过这个选举 选举来说 我们不是重点是选举 选举是一个平台 平台给我们 启动这个新闻主义运动 那个问题就是 你怎么可以将这个 所谓平台 可以在意识形态 灌输政治诉求 这个方面 可以逐步将它加强 怎么可以令到这个平台 可以充分发挥到我们 想达到的功效 我现在就是这样看 其实我过去一直都是这样 当然要争取意识 但那个不是一个主要考虑的 正如你所说 通过这个平台 去宣示我们的理念 而那个社会 我们希望公平一点 其实到最后就是这样 但是你如果太功利在这个议席里面 你就在那个 就是说民间 或者社会运动那个层次 或者在民间做这个 就是教育那个层次 你就会忽略了 因为你一到议会的时候 议会的工作实在太困身 譬如我们通过议会 现在我们过去这几年 做到一件事就是 起码我们在网上 那些人可以看到 我们在立法会的演说 很多人是 就这样看电视 他对我们一定是百分之一百负面的 很多时候 尤其是香港这样的社会 但是他如果上YouTube看那些片段 看见我们的过程 他的观感又完全不一样 我今晚在九龙城 遇到一对夫妇 駕驾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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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驾 有点安慰我 接着就说 不要紧 他说 他说我们认为 在立法会里面 你们的表现是最好的 他只是通过网 如果看电视就死定了 大佬 你那个断章取义 所以问题就是 我们的议席固然是 我们要通过 争取议席建立那个平台 但你在外面不做事也是不行的 但其实说那个选举工程 其实我们早前 早几天想过 做不到的就是 我们在选举站那里 就不是派单张 是一个大电视在那里 是不断播 但选举工程就做不到 问题就是 如果这个选举是一个平台 我们究竟在那个技术方面 和在那个方法方面 有没有任何的事情调整 和新的设计 其实这个我做过 2008年我做过 一辆大车 上面是一辆几吨的 上面是摆电视在那里 真的摆在那里播我的东西 就是这样的 真的有的 你明白吗 但这次的区议会选举很难 是很难做到的 但是我们很可能将来设计到 就是我们可能有一百个点 就是一百个宣传队点 就不是跟你讲 就是这个地区的东西 不是跟你讲些什么 但是作为那个政治灌输 那样东西 那个工具和方法 这个呢 就是要想一些方法 怎么可以做到 这个可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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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一定是要打破 这个传统的做法的了 老实说 如果你在地区选区里面 继续用以前那种选区的方法 就不用选的了 是不是 就是这个必然的 你不用想的 这个直接是忘记它 就是正如你刚才说 喂 想想这些好过了 比如我放一百个点来做宣传 那可能放一些MP3 可能又有影像 是吧 因为我当初最早那时候想 就是培训一些宣传队 好像五区公投的时候 有几个讲得的呢 就在地区上拿着的麦 就趕了整个小时 就是如果我们在四年后 在这四年里面 培训到有一群人 演讲队也好 这个候选人也好 是能够可以独当一面 落到地区 拿起个麦 可以半个竹目 是吧 肚肚不絕 可以有煽动力 也有感染力 也有这个论述能力的话 很可能就将这个 新民主运动 就是逐步推到到地区 是吧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办法 就是人的问题 是 所以要训练 你要通过 譬如我们将来 可以通过我们的媒介 去训练那些人讲话 是吧 看看有些比较有potential的那些 整个演讲队 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是 譬如台湾的民进党 就有很多名嘴 国民党也有的 上山下乡名嘴去演讲 就是这样的 你说多一百个皇上就会發达 是吧 多一百个皇上 人的力量 是吧 这个当然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办法 我们可以通过普罗政治学院去做这些事 普罗政治学院应该开始装修了 是吧 正在看 正在看 希望可以十月 一月 搞定了装修 可以开班 首先 除了理论培训 就多些演讲培训 公众辩论的培训 是吧 希望可以 四年后 人民力量在支持度上可以翻译 可以翻译 好 蓝竹敏就帮我们这次 因为今天都是临时抽会出来 就给一张声声 买我猪仔 可能大家的局约时间约错了 买我可以帮你做的 不过我因为有事 不要紧 我们待会找Peter和另外的朋友 来继续讲国的选举 好 多谢大家 待会见 拜拜